辣椒 葱姜蒜下锅 北美鹅啊 在锅里滋滋作色 味道马上扑鼻而来 都还活着 活跳跳鲜鱼 还有臭大龙虾随你点 来到澎湖不止玩水踩点 美食通样多到吃不完 不少人会上热炒店 点上海鲜或是各式小菜 体验斗地美食 但是现在确有人贴完抱怨 在澎湖吃海鲜被刚做攀 丝瓜葛丽 鳳梨 沙熊 还有两大只小管 渣渣种种六道菜 让你猜猜多少钱 文有天文到澎湖某家餐厅 这样的份量四个元 根本吃不饱 而且没有售价 六道菜就要1540元 让他觉得实在太贵了 这种不叫坑杀吧 这种之前一定都会询问过客人 客人也是到价钱了 那海鲜我们都是银两计算 这个都一定要事先告诉游客 其他业者则表示 其实在澎湖观光区 这样的价格不算太贵 底下网友也留言反击 觉得观光区这样的价格差不多 认为1540元是很正常的价格 不算贵 说1500元的话 应该最起码是七道菜或八道菜 民众反应正反冷急 但在澎湖除了物价本来就不低外 很多资源都还要靠本斗运送过去 加上料理等等繁琐工作 让部首网友为店家还冤 六道菜1500在澎湖其实并不贵 离岛旅游正航网友贴文 也在网络意外掀起一步论战 记者言语龙李寿宜 彭湖报道